五粒星推薦一定要吃 不枉要排隊 我台灣吃過最好吃的甜品 真的嗎? 真的好吃 真的 零下夜市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邱子達的鵝仔 真的 這個很好吃 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相信我身後的這個環境 大家一點都不陌生 沒錯 就是零下夜市了 還有零下夜市都是被本地台北人被譽為 最好走 最多人 最精彩 最好吃 還有最多老舊小店的地方 所以今集就是要帶大家來 吃爆零下夜市 如果大家不想錯過我的影片 就記得快點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鈴鐺 我出任何新片 你都不會錯過了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現在馬上出發 我出發 我想跟大家說 這裡真的超級多人 是多人過走花子 多年無見的食屎牛 繼續都是香味 現在第一間我們就是吃這個 尖技毛骨排骨酥 你會看到它在後面 新鮮醃製的排骨酥 下車就看到水蛇春那麼長的排隊 人龍 一直向出口的位置排了出去 所以現在就馬上試試好不好吃 我們就點了原味細份 60元4粒 它的雞的確是醃得很好吃的 是比較偏軟的 然後它會立刻迫在肉汁出來 雞本體是OK的 我覺得它不是很脆 不是咬下去會啪啪聲的那種炸雞 所以這個位置就會失分了一點 稍後看看有沒有另一間炸雞 再推介給大家 現在我們就來到這間台北老店的圓環邊 我們在最後的位置等 超級香 近近這個蛤仔煎 哇好熱好熱 辣手 超級香 這間也是連續四年的米芝蓮推薦 蛋和蠔都很香 很滑嫩 裡面不會覺得有點雜質 突然之間苦澀的味道 這間是沒有的 而且這間蛤仔煎真的下足料 基本上每一口都會吃到蛤仔 還有它下了大量的青菜 這間蛤仔煎真的算是很好吃 暫時在台北吃過是最好吃的 因為我記得很多年前在士林夜市 然後我吃過一個蛤仔煎 覺得很噁心 然後以後都不想吃蛤仔煎 所以剛才來吃這個蛤仔煎之前 我是滿滿的擔憂 但怎知道原來這間蛤仔煎挺好吃的 它徹底改變了我對蛤仔煎的看法 現在我又重新來上蛤仔煎了 現在是想去這間蛤仔煎的 叫老闆去到蛤仔煎不到的終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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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園專員上線的時間 芋頭的試吃時間一定要交給我 我等了試這個蛤仔煎很久了 這裡裡面已經有香酥芋圓 還有蛋黃糊餅兩樣東西 那就是55元台幣 看到肉鬆爆了出來 哇 它的護泥好好吃啊 和南機場夜市的護泥冰是一樣的 那些護泥冰是這麼麵滑 真的很好吃這個 不枉要排隊 這個還有蛋黃的 它是鬆脆的愛塵 包著超香濃綿滑的護泥 再加蛋黃 再加肉鬆 不知道還以為我收過錢 我要留一口給你 然後這個是香酥芋圓 真是可惜 這顆護泥的話我覺得是好吃的 如果不吃肉鬆 不吃鹹蛋黃的朋友 買護泥你會很滿足 但如果你吃的那顆 已經可以滿足你三個願望 你可以買三顆 然後瘋狂拍 我現在已經想回頭買 很綿 裡面有些顏默在這裡 全部都是冰的 很軟的 什麼 有一點自動的 很酷 它是吃臭豆腐 非常有名的 這間瘋狀的臭豆腐已經是早傳到第三代了 嚇到驚 鬆香鬆香 還有配上醬汁和一些台式的泡菜 真的非常酥脆 它裡面的豆腐是很香黃豆味 我覺得是真的很標準的臭豆腐 因為你吃進口後 你會吃得出臭味 平時的臭豆腐可能只有一個香字 吃得很臭味 這個吃得很臭 我覺得很出色 如果大家來這個寧夏夜市 你記住它 李祥伯 一定要買 紅豆芋園的 謝謝 謝謝 然後來吃的這間 丁臨古早味豆花 是被譽為全台不醉值不一食的豆花之一 因為它這個豆花有兩個招牌 第一個是綠豆加花生 第二個是紅豆加護園 作為護園 喜愛者的我當然選了2號 現在就試一下它的豆花 我終於明白你說什麼 叫透心涼的感覺 是很綿滑很香的那種豆花 然後這個就是紅豆 正常好吃的紅豆 這個沒有很多特別 護園 是那種有點像麻糬 質地中間那種煙韌程度的護園 想試吃台灣比較傳統的古早味的豆花 我覺得是可以過來一試的 走過見到這間月事激蛋蔥油餅 好像很吸引的 它的蛋漿 我要馬上去排隊買一個試一下 它也是這個2022年的台灣五星集之一 很多蛋黃啊 好吃 小小小 對小小 耶 蔥油餅 還有是鹹蛋黃味 看到這個脆辮嗎 大家聽到 很多魚 很好吃 它裡面的雞蛋 不是那些全熟的雞蛋 它還會流少少黃 然後再加滿滿的鹹蛋黃味醬 再加少少辣 然後它外面的皮 剛才大家都聽到它脆成怎樣 還有一些菜啊 蔥啊那些 100分這個大家一定要吃 嗯 這個 味道剛剛好啊 是啊 每一口吃的口都覺得自己很幸福 哈哈 我們現在要吃這間大排長龍的花生卷冰淇淋 有這麼忙啊 這個阿爺可以放我來的 我先試一下 這個放在這裡 謝謝 這是哪裡呢 香港的 哇 謝謝 以甜品來說 是我台灣最好吃的甜品 真的假的 真的很好吃 那你快點吃 哇 你看裡面的材料 哇 你看花生水 咦 再加一個冰淇淋 哇 冰淇淋 你很高露潔 這個時候可以來一個搭入的廣告 有粉嗎 麻糬 用這個啦 嗯 應該不要加香菜 它本身的冰淇淋 都已經很好吃了 它有芋頭 有紅豆 很綿密 超滑漏 然後那個花生粉是很瘋的 好像我們平時在香港吃糖蔥餅的薄皮 嗯 真的沒有排座類 這個真的OK 小一 真的很好吃這個 五顆星推薦一定要吃 我現在敏感麻糬 真的說不到這麼多話 有去吃東西 哇 這家雞肉飯是寧夏夜市入面 米芝蓮推介的其中一間 但是這次在台北吃得太多雞肉飯了 它拿到過來這個就不算是很香 雞油味的雞飯 嗯 但是吃起來是好吃的 真的好吃 但是它的雞 比我想像中那麼粗 因為我看到它的樣子 我以為雞也挺粗的 就是如果以我在台北吃了這麼多日雞飯來講 這個就算是不過不失 我覺得那個雙月的雞飯 暫時還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老豆腐 因為剛剛看到在排隊的時候 有人吃這個豆腐的時候 看起來是很Q彈Q彈 而且很滑嫩 還有提提大家 本身這個老豆腐 它們就是一份四十元 有兩塊老豆腐 但是它是可以單一塊單一塊叫的 一塊叫就是二十元 所以想到如果大家想多吃東西 就可以一塊一塊叫的 很滑 暫時是我在台北吃過最滑的豆腐 我一口氣泡了三口 白蜂滑的還是它滑的 一雙百種 但是這個比較好吃 因為平時我打火鍋是喜歡吃白蜂豆腐 那些蒸豆腐很滑嫩 我不喜歡吃那些粗糙的厚豆腐 雖然這樣形容好像不太恰當 帶你看看 它真的滑到跌下去 然後這個滷水汁不算很鹹 不算很甜 很中規中矩的那一種 然後整塊豆腐都很入味 而且你一放進口 那塊豆腐已經很重的豆味 我覺得這個豆腐比它的雞飯更出色 看到有很多人排隊 這間香腸 剛好我也很想吃台灣香腸 所以現在就排隊嘗試吃它好不好吃 哇 我們點了這個腸水 吃一口 鹽罐鹽烤的小腸 上面還加了蒜蓉 嗯 哇 這個 很久沒吃過這個味道的台灣香腸 嗯 它的肉汁撕出來 這個很好吃 放在裡面 太久沒吃了 那個感覺真的翻過來 而且它不會很鹹 它就說我這個歐華田 那個歐華田醬就是進口的 搭過飛機來的 而普通的歐華田就是本地的歐華田 其實我是沒有吃過歐華田味的 真的試一試它服不服 再試一下 裡面沒有菜的 沒有菜的 只有朱古力而已 很貧窮的感覺 因為剛剛做一個客人是滿到死 嗯 不夠的 慢慢來 竟然這樣的配搭都難了 拿點 是不是它的粉很厚 上次都淋了 但剛剛才做的 我真的被回憶充分了頭腦 所以叫了這個可麗餅 因為我很念掛香港中學的年代 然後在旺角 那裡叫什麼戲院 然後旁邊有一間是賣這些可麗餅的 然後它有一個可麗餅是很好吃 它是有火腿 煙肉 然後還有一些芝士 我不記得再加一些白色的沙拉醬 這個它是很韌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可麗餅不值得推薦 這個餵吃到又要衝進去找東西吃 嘩這條街太短了 很久沒喝過青蛙下蛋了 很甜甜的 其實我喜歡吃蟹汁的 因為裡面有些啫喱狀的 適合我 整個口都是珍珠 下蛋的那些蛋就是珍珠 對 下蛋真的是珍珠 不如吃進去就算了 今天要有些兼力的 不然不如大腸、小腸、米腸、家鄉腸 這個串燒真的很大串 很長一輪 是 雞肉串 酸 很好吃 焦得很嫩 咬進去會有汁出來的那種 所以它的醬汁又調得很好吃 再加了蒜鹽之後 整條喝不到口 是可以整條馬上去 還有零下的事 它是厚一點都有幾間串燒 我們選擇它是因為它特別大條 看來雞肉的質地好像沒有那麼乾 大家如果來零下的事想吃雞串 記住這一間的樣子 一直走過來都聞到這檔雞很香 所以我現在就算有點飽 我都決定要買雞翼試試 在這裡來一個調查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整隻全翼 我只喜歡吃雞翼和雞翼 不喜歡吃雞腿的部分 變成了出來的 吃完馬上起鑊 所以是特別脆特別香口 為什麼零下夜市的食物這麼好吃 基本上每一間我都可以 登得出很好吃 這三個字 這招牌是不是這一個 牛奶的 牛奶 加牛奶 兩個差別就是 一個有加鮮奶 一個沒加鮮奶 那就要鮮奶吧 好 謝謝 瓦瓦瓦瓦瓶 謝謝 兩點他們最王牌的綠豆沙牛奶 老闆娘說這個喝之前要搖一搖 讓那些牛魚和綠豆沙混為一體 這個很好吃 糟糕了 這東西真的很好吃 你看我一下喝了那麼多 你就知道好不好喝 但是必須中肯說一句 奶味比較重一點 馬上不像綠豆沙 好像綠豆奶一樣 牛魚變成了主角的 我想說我離遠就被這一檔吸了過來 他現在手工製作一個蛋卷 是正常製作 超吸引 現在要馬來試這個 新鮮出爐的蛋卷 因為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吃蛋卷 我自己是很喜歡吃蛋卷的以前 但我現在在香港覺得 香港的蛋卷都不好吃 沒有那種很鮮很香的牛油味 金黃金黃 好濃郁的蛋味 這個蛋卷很好吃 而且它很厚身 超鬆脆 唯一缺點就是有點貴 因為它大約港幣都十幾二十元兩條 他又買了這個綜合湯 他真的超喜歡 我們就是買了這個外賣 因為大家看看這一邊 這條龍是去到那邊再屈進去是很長龍 嗯 不過我覺得去寧下夜市吃這間 就一定要逼 但如果你去南機場那間就有位置坐 我試一下豬乾才有 哦 一樣都是很爽快的 真的剛剛好 一樣的 保持到水準 我期待了這個沙茶牛肉很久了 因為網上看了很多台灣的blog的資訊 是很多人都推薦這一間 而且它的沙茶醬最棒是用了汕頭的沙茶 超級尿勒 所以現在我們要馬上試一下 它的沙茶醬味超好吃的 因為它的牛肉是超嫩滑的 我們本身是喜歡吃牛肉 又喜歡吃沙茶醬 好像本人那樣 我覺得這個菜只差一碗白飯 那我就可以整碟趴上去 嗨 好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今天帶大家在這個令下夜市 那裡已經吃爆了十幾間的店 現在大家都已經準備關門離去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你接下來來台北 最想吃的會是哪幾間呢 快點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如果你來零下夜市 吃過有哪些沒吃 覺得我是錯過的話 都快點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我的觀眾朋友 等我接下來來台北 就可以試試你那間食物 加上一個小資訊給大家 但如果大家來這個零下夜市 想去洗手間的話 在帽子的店舖 即是買那個蛋黃帽餅那裡 然後在這裡走進來 然後看到這個地方 就是有洗手間的啦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給一個 按讚、留言和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去支持一下我 還有不要忘記要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所以我接下來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記得要去看我其他的旅行系列 還有台北系列的影片 還有要追蹤我的Instagram 因為我會每天在那裡 share我的IG story 分享一下我的日常生活 我去旅行 還有我會定時出post 跟大家分享 去不同地方打卡和吃東西 那我們在下個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們在下個影片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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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